维摩姐讲这个法的时候 有两百个天子得法眼镜 就是无尽三昧 他们的眼睛都看到了佛性 两百个天子眼睛都看到了佛性 所以我西伯提没有办法代表你去看 维摩姐 这个真的很难讲 按照他的文字讲是很难讲 对 长字 对不对 真的很难讲 我实在不太喜欢这部经 但是既然讲了就只好讲 这维摩姐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讲 任何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摩本身也是佛 三恶道是幻化出来的 所以长极光图也可以在三恶道 什么是解脱 不离开烦恼就是解脱 不离开魔就是解脱 不离开三恶道八难就是解脱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绑住你 就是解脱 跟任何人都可以在一起 那个厌恶恨你的人 你也可以跟他在一起 厌敌也可以在一起 所以一切都是解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夫佛 都是佛 每一个人都是凡夫佛 一时的现象 所有一切障碍 所有一切烦恼 所有一切地义恶鬼畜生 都是一时的现象 一时的犯化 我们也是犯化出来的 维摩姐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你如果懂得这个 你西菩提就可以拿着剥的饭去吃 你不懂得这个 你就是不平等三昧 你不懂得随顺 不懂得跟诚劳在一起 不懂得跟烦恼在一起 不懂得跟魔在一起 所以我以前讲过一句话 不舍一个众生 就是这个 你不能讲说 你这个人这么坏 我不度你 那不可以 你是要随顺他 然后再度化他 这整个文章的意思 这个整个经典经文的意思 就是在讲 平等 随顺 一切都是解脱 平等 随顺 一切都是解脱 任何一个再苦 五五间罪 五五间地义 你也可以去 那里也是解脱 所以 这个经典 跟西菩提讲的 这个也是很难讲 有什么事 对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